本栏目由北京人间动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人间动力中国培训类音像的大旗 和学习型中国世纪成功论坛 华夏儿女的学习节日教育训练节的春节晚会 讲师培训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特约播映 他心怀古道古德 执古之道已欲金之有 他身系诸子百家 将史学世识 史才史德古为金用 他胆去中华人文思想的封城 神王大国绚烂 与时协行将如世道 义 法 兵 纵横等各家的智慧 运用到今日的崛起 蓄器长智 适时而尽 他以光大国学精髓 重拾华夏精气血脉 父亲的路上已看到不再遥远的辉煌 本期智慧人物 国学应用大师 书导家 演讲家 国际贴替学术体系创始人 新华大学 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课作教授 翟鸿燊教授 做客智慧中国 敬请关注 各位领导 各位总裁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个肖老师让我给讲讲道 我有一次讲课 我有一次讲课 这个讲道德经的课 这有一个老外写了这样一个符号 结果问我们的一个同学 他说你把这个符号给解释一下 结果我们这个同学说 对不起 我实在解释不清楚 这个老外很压抑 他说你没有读过《易经》吗 他说《易经》没有读过 他说《易经》没有读过 你应该读过《道德经》吧 各位把右手伸起来 然后把食指借我用一下 写这个道字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你有没有发现 写完这三笔 这个字就是这个符号 这个道字的前三笔 就是这个符号 这个上面叫阴瑶 底下叫阳瑶 所以说你那个老外问他 所以你没有读过《易经》 有没有读过《老子》 他说《老子》也没有读过 他说那人一问你 他说《老子》没有读过 《孙子》都没读过 你这意思是《老子》没读过 《孙子》应该读过吗 他说《孙子》我也没有读过 他说那你《诸子百家》的著作 都看什么了 他说都没看 他说那你《诗书》读 没读 没读 《《五经》读 没读 没读 你这个老外非常压抑 他说那你唐诗会不会 他说会 床前明月光 你笑掉大牙呀 所以说我们在学中国文化的时候 这两个符号一定要去了解 这个朱喜做了一辈子学问 最后说了一句话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获水 鲁迅写了一辈子文章 最后说了一句话 不读《道德经》不懂人生真谛 这个符号上面叫阴谣 底下叫阳谣 就连外国人看着这个符号都很吃惊 这个有一个德国术学家叫莱布尼茨 他看完了这个符号之后 读完了《道德经》 读完了《译经》之后 立刻就把《二进制》给注册 然后在给这个公爵的礼品上 他用拉丁文写着这样的话 他说从虚无创造万有 用一足够了 最后临老的时候他承认了 他说《二进制》不是我发明 他说《一经》里早就有 《道德经》里面早就有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而且他说 他说灵为自然 一为上帝 你看他好像把《道德经》 他都能读懂 在《道德经》里面专门有一章讲 《道冲儿》用之或不赢 冤兮是万物之中 战兮是或存 《道冲儿》用之或不赢 冤兮是万物之中 战兮是或存 五不知谁之子 相帝之险 你看看老子这个格局 所以说《二进制》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把他发明 但是我们没把他用好 网络的概念 也是老子最先提出来的 他说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而且他讲的网更大 不出户可以知天下 不溃勇可以什么 见天道 所以说学《道德经》 它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老子也是很人性化的 你要读过《道德经》的人知道 老子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耻诚田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心访 你看老子歌听舞听夜总会 狩猎场 那人全玩过 但是这玩意都不是最究竟的 君子为府不为目 去彼什么 去此 我们作为一个 中国人一定要把这两个 把这个符号把它搞懂 另外 庄子讲 他说 意 以道阴阳 鬼谷子说 毛之以阴 库曰神 成之以阳 故曰明 如果你述的读的话 就是毛成一件大事 必合合于阴阳 故曰神明 阴毛不可外戏 阳毛不可内藏 但是有的人不懂这些 不该让别人知道的 全让别人知道 然后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广告又不会做 自己的品牌又打不出去 毛之以阴故曰神 成之以阳 顾曰明 所以说鬼谷子讲 百何底 百者 开也 盐也 阳也 何者 必也 毛也 阴也 所以说回去把鬼谷子这些文章都读一读 要懂阴阳 那鬼谷子这三句话 也要把它记住 我到云梦山蒋昂课 一个市长 告诉他的招商局长 他说你把翟教授这三句话 写下来 当成你们招商局的座右银 我说这是鬼谷子的观念 哪三句话呢 第一句叫纵横百何 第二句叫合纵连横 第三句叫无中生有 他说你招商局不就干这三件事吗 请你想想 人生 如果把这三句话你搞懂了 哪有成不了的事 这里面第一句话叫百何第一 另外清华的孝训 也来源于《易经》里面的前两卦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第四昆 君子以后得载物 我记得我讲课 有一个老总跟我交流 他说自强不息我做到了 要不然也不能把企业干得这么大 想成大事 想干大事 一定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但是想把事做得久 就要记住后一句话 后得什么 载物 那个老总跟我分享 他说我现在要加强 他说我整明白一件事 他说我发现 很多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出事 官当到一定的时候 他就出事 他说原因很简单 就是他的德性 承载不了这样的地位 财富和荣誉 道德经里面叫重积德 论语里面多处强调 德性的问题 就德之不休 武之忧也 所以说你如果你要看过论语 那里面很有意思 这个 有一次孔子给魏林公讲课 在这魏林公弄一个美女 坐在旁边 然后给孔子安排到第二辆车上 好像那个车的档次也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前面那个车好像是宝马奔驰 第二辆车桑塔纳什么的 这个孔子就跟旁边的 他的学生就调侃 他说武未见 好德如好色 其实论语我从小就会 可是我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再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非常的佩服孔子 各位一起跟我说 好德如好色 你想想这个话说的多厉害 好色没有错 你们这些老总哪个不好色 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好德如什么 好色 所以那个老总 他把这句话写下来之后挂墙上 我说那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他说我就是上一种会玩两小时 晚上读道德经再读三小时 我这一听 这也算好德如好色 我说但是这不是孔子的原意 大学里面讲的 他把那句话也写墙上 叫好好色 我说那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他说那你不能什么 得好好色呀 得挑好的 我说那就错了 我说你忘了前面有个最重要的字 叫如恶秀 如好好色 我说你别把那个如字辣了 其实大学里面的如好好色 跟孔子讲的要好德如好色是一个样 贤贤益色 如好好色 好德如好色 在论语里面出现两次这样的话 还有一次就是孔子在河边 叫子在川上约 四者如私服 不舍昼夜 五未见 好德如好色 其实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非常震撼 就孔子说 时间像水一样 不停地在流淌 但是世人都不去追求道德 都不去追求觉悟 都不去追求真理 其实我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才读懂孔子 孔子说的那句话太震撼了 叫昭文道什么 惜死可以啊 昭文道 惜死可以啊 我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为什么很震撼 我才发现孔子在那个年代 在呼唤一件事 就是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 可是有的人活了一辈子 不知道从哪里来 不知道到哪里去 活了一辈子 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 活着的价值 稀里糊涂来 稀里糊涂走 弗洛伊德 说给人类最大的打击 就是三次 一次就是人类终于发现 地球不是那些星球 都围绕着地球转 地球不是中心 地球只是银河系 只是宇宙中的 非常小的一份子 第二次打击 就是人类发现 人也是一种高级动物 第三次打击 最重要的就是 人类发现 人过去认为 人是最了解自己的 突然发现 人是最不了解谁的 自己 而了解自己的文化 恰恰在中国 是最究竟的 儒家叫自省 叫慎奴 叫观过 道家 叫置之者明 叫观福 佛教 观自在 我们的党 叫自觉 我们经常说过一句话 说苦海无边 什么 回头是岸 其实这句话 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彼岸就在 此岸上 所以你想想 这个话多震撼 一起跟我说 好德如好色 能做到吗 你想想 孔子在那个年代 他就提倡人 不但要追求物质文明 还要追求什么 精神文明 不但要追求物质财富 还要追求精神财富 德之不修 武之优也 德高鬼神经 传播成功财富 享受大师智慧 敬请关注 智慧中国 所以有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个人 连续赶路 连续两天两夜 没有进食 没有喝水 两天不吃饭 可能还能活着 但是两天不喝水 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他爬上了一个山之后 突然看到远处有炊烟 他想有炊烟 一定有人家 于是他一路狂奔 从山上跑下来 到了那户人家的门口 他用砸的方式 把门叫开 开门的是一个妇女 他说我已经两天两夜 没进食 没喝水 生命已经受到威胁 你得救救我 跟你淘完水 其实这不过分 结果这个女同志 就崴了一瓢水 瓢知道是什么 然后在递给他的之前 就在喂驴的那个磕气里 抓了一把草 扔到了瓢里 这个人本来就饥渴难呆 拿过了这瓢水 刚想喝 突然发现上面有一层草 他就没办法忍着 一边吹那个草 一边把水慢慢地喝下去 喝下去之后 他还是充满着感激 他说我懂风水 我会看风水 既然这个你救了我 我也得谢谢你 为了回报你 我给你找一块风水保利 你在那盖房子 讲来一定家庭兴旺 一定家庭兴旺 一定这个日子会过得很红火 结果他就领着这个妇女 开始去找风水 开始看风水 找这个场地 找一块好的场地 也不那么容易 找着找着 这个人就开始有坏心 他说我都渴成那样 跟你要完水 你还扔一把喂驴的草 你这么坏 我也得坏坏你 按照风水学上 他给找了一块不太好的地 就指给这个妇女 他说你在这盖房子 讲来一定家庭兴旺 事业发达 你日子一定越过越好 他就走了 十几年过去 那有一次 他再次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真的就发现一个大的宅院 张灯皆产 一看就日子过得很红火 一看就家丁兴旺 他就推开门进去了 恰巧这个妇女 又跟他迎面走过来 两个人都认出来 哎呀 彼此这个妇女充满着感激 盛情款待招待他 两杯酒下毒之后 他说真话 他说我给你指的这个位置 按照风水学不是最好 但是我很纳闷的 就是你为什么 还把日子过得这么好 这个女同志说 那你为什么这么坏 我救了你一命 你怎么还这么坏 他说那你为什么那么坏 我都渴成那样了 跟你要碗水喝 你还扔了一把喂驴的草 这个女同志说 我听说你两天没喝水 你跑的脸色都已经发白了 气喘吁吁 我怕这么凉的水 你喝到里面把肺子喝炸 我扔了一把草 是让你慢慢的把里面的肺气吐出来 然后慢一点把水喝下去 这样对你有好处 这个人听到这的时候 他眼泪流传 于是他说了一句话 后来流传了很久 叫一德二命三风水 四级阴公五读书 一起跟我讲一句话 德高鬼神经 德高鬼神经 所以说你会发现 道德经里面 如是道文化 都在提醒一件事 叫你告诉你干什么 要重积德 我们要有自强不齐的精神 还要什么 厚德载物 把这两句话给我读一遍 自强不齐 厚德载物 《易经》里面的文化 清华大学 把它拿来当孝训 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个阴阳的符号 在《易经》里面 叫瑶 会有六十四卦 如果上面是坤卦 下面是耿卦的话 这一卦就叫千卦 上面是坤卦 底下是耿卦 这卦叫千卦 就是大山埋在地底下 我们看到大山再高 也是上面的一角 更厚重的地下 这埋在哪里 山底下 天下寄耳光明 地卑耳上行 天道窥银耳一千 地道便银耳流千 鬼道害银耳扶千 人道好银耳恶千 如果前面这段话 没记住的话 最后一句话 跟我说一遍 满朝水 千寿一 人之道 君子之忠义 所以说海尔的张日敏 他说他最 这个欣赏的 就是这一卦 他说我经常看看这一卦 他说《易经》里面六十四卦 都有好有坏 唯有千卦 全都是好的 没有坏的 那六 他还说 他说一个企业家 你要永远把自己 处在弱势上 如果你能把自己 处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 就永远有目标可循 我跟你讲 这个话说的非常有道 那我就听到 有些老总经常在台上分享 我是如何把企业 做大什么 做强的 其实一个有道行的人 从来不说 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强 也不承认自己 已经做大什么 做强 凡者道之动 大家都知道 道德经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就是物状者老 视为不道 不道早已 当你认为自己强大了的时候 你就向另外一个方向 开始怎么样 转化 柔弱者生之徒 坚强者死之徒 你看海尔张日敏这个话说的 把自己处在弱势上 这卦叫千卦 另外阴谣阳谣的符号 再整合 这一卦就叫 太卦 就泰山那个太 你看看 地天为太 这个为什么你要学中国文化 要学中医 以医入道 要把如是道文化 整合起来一起学 你会发现 中国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 那么这个太卦 注意各位看一下 人 往这一站 就是一个太卦 大家注意看 两个眼睛叫阴谣 两个耳朵 也是断开的 叫阴谣 两个鼻孔 断开的叫什么 阴谣 上面就是一个坤卦 那嘴是断不开的 阳谣 再有下面两个地方 我就不能烂笔回来 你们全知道哪个地方吗 不知道 就是小便和钢门 断不开 人往这一站 就是一个什么卦 太广 你看中国文化 一直是天人合一的 所以说你要学过 打坐的人 你会发现 当你的舌头的位置 顶的位置不对的话 你就永远打不通 任督二脉 你也看不懂 庄子的养生主 原督以为精 当你舌头的位置顶准了 天池血壁上 阴谣打开 你嘴里面会有 非常香甜的精液产生 所以说中国文化 是非常有意思 我记得我有一次讲课 这个晚上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老总 人家怎么敬他酒 他也不喝 后来我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他身体有状况 然后偷偷地告诉我 他要要孩子 后来我才问 他明白 他可能生理上 有点问题 我说那《道德经》里面 专门有一章 就讲这个事 他就跟我问我 他说他就很吃惊 他说《道德经》里面 还有壮扬的 我说有啊 第五十五章 你看 寒德之后 比喻赐 独从不适 猛兽不绝 其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注意听 叫 古若 精柔而卧固 不知贫母之何 而醉作 精之之也 在座的 生过小孩的人都知道 尤其是生过男孩的人 这个有男孩的 生过男孩的 举个手 你看有的人举手 还犹犹豫的 你自己生的什么不知道 你生没生过小孩不知道 来生过儿子的 把手举起来 你看 还不敢举高 偷的生呢 这个你们生过儿子的人都知道 你看看 发现那个小孩 他婴儿的时候 他不懂得男女和和之事 但是你会发现 当他静即静的时候 当他非常放松的时候 他那个羊句经常是怎么样 听起来的 所以说 弗洛伊德说 他说孩子有欲望 其实错了 我跟你讲 道德经里面讲的原话 就是婴儿不知贫母之何 而醉作精之之也 你要真正 这个可能我们上过养生的课 你跟着我们上养生课 学过打坐的人就知道 当你虚极静读的时候 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就是男同志那个羊句的听起 那一刻用道家的文化讲 叫活止时 叫活止时 所以说一个好的领导 跟我一起说 要精满 大声说 弃足 神望 一个人精气不满 这个人因为圣主 圣主神智 圣主聪明 一个圣功能弱的人 一个圣仗不好 圣经不满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不会聪明 另外一个圣经不满的人 这个人的志向就会很低 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个小孩 从小的时候你问他 他什么都敢说 要当科学家 要当主席 但是越大了 你会发现越不一样 到了幼儿园 你再问他 他说我要当省长 你再到了小学 你问他 你说你长大 你要干什么 他说要当市长 上完了中学 你再问他 你看看 他说他要当局长 等大学念完了之后 自己找工作的时候 能当个科长就不错了 等再大一大 一找工作 一应聘的话 当科长也当不了 先当家长 孩子越精气俗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的志向越好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中国的很多文化 都跟人的 都跟中医有关系 跟道有关系 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 所以说那个老总 我就告诉他 道德经理 握固的方法 他说他练了三个小时 就有反应 三周过后 给我打电话 他说全好了 你看看 所以说西音经里面讲 上药三品 神语气经 中国文化都有意思 所以说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到了08年 国学不仅仅是中国热 而是全球热 这叫紫砌什么东来 所以说各位知道 你看新上任的澳大利亚总统 陆克文 是个号称是中国统 这个中文历史 已经达到了学士学位 但是现在我们领导人 有些领导还在说 说2008年要到了 英文的时代要什么 开始了 这不说反了吗 2008年奥运会在哪个国家开 到底是什么文的时代要开始了 是用中文折磨英文的时候 到了同意吧 我说你们这些领导 你要有能的 让那个发令员 全部改成中文发令 就哥就各位 预备 你听不懂拉倒 我招了那个助教 他一见到老外 他就说对不起 我英文不好 怎么说 我说你以后别这样说 我说沟通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平视沟通 第二种仰视沟通 第三种俯视工程 我说你俯视不礼貌 也没有必要仰视吧 我说你现在老外 起码用平视的方式沟通就行 他说那我怎么勾 我说你自己想去 我发现在看着老外 他不一样了 他一见到老外 第一句话是问 请问会中文吗 然后说一分钟话 他就告诉你 他说你中文说的太长 你会发现那个老外 在那sorry 你看不一样了 最强大的师资力量 最全面的课程体系 最有效的成功方法 最权威的教育平台 最实用的培训教材 最系统的管理精髓 名人 名言 名师 名嘴 企业家智慧的加油站 商业精英成长的充电器 销售 理财 服务 计校 口才 谈判 营销 签子 领导力 团队建设 企业管理等等 一切尽在人间动力 您正在收看的是智慧中国 我跟各位讲 一个没有自尊的人 就很容易沦为别人的奴隶 甚至就会有奴才像 就会当汉奸 一个没有自尊的民族 一个没有自尊的国家 一个没有自信的国家 一个没有自豪的国家 是一个没有未来的 你们同意吗 同意 所以说本人 营销讲得非常好 在首届营销节上 我跟科特勒同台演讲 还被评为 中国最佳营销教练 但是最近为什么 很多人约我去讲国学的课 我也一再再讲 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 把我们民族这种自尊 自信 自豪感 去发扬出来 另外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紫期东来的时代是一种必然 在1988年 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他们发表那个宣言的时候 很多人不理解 说21世纪 人类要想好好生存下去的话 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 跟中国的孔子这样的圣人 寻找生存智慧 当时是这样预测的 到了21世纪 科技空前的发达 大量的机器会代替人的手工 人就会有时间来修心开智 修心养性 有时间来解放心灵 有时间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 但是到现在为止 事实可能不是这样 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人已经空前的烦躁 我们今天的钱多了 你幸福指数高吗 快乐指数高吗 今天的企业为了一点利税 就可以污染一个河流 我在来讲课之前 我在电梯上 我发现电梯口的那个电视 正在播报一件事 长江已经低到标准水位之下 若干个船只 长江已经搁浅了 同志们 我们人类已经具备了足够消灭自己的智商了 再没有天人合一的文化 去拥抱先进的科技的话 人类真的就要结束了 所以说 一定要好好读读道德经 你看看 这是新上任的总统 是中国通 这就是那个永远微笑着说中国普通话的陆克文 而且他上任 认明了一个气候变化和水利资源部部长 恰恰就是中国人 他说中国人是懂天人合一 你看看 这多震撼 所以说中国已经毫不费力的成了 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又一个隐情 北京搞单双号日的时候出现了几天蓝天 可是其实这样的文化在道德经里面早就有 老子说 谁有周瑜无所成之 谁有假兵无所成之 我们有能力研究导弹原子弹那些先进的武器 但是研究完了往哪放呢 你看美国的总统又给这个朝鲜的领导写信 还是核武器的问题 如果现在世界上几个国家的武器库 如果要是响了的话 人类就差不多了 我们生活的非常脆弱 谁有假兵无所成之 谁有周瑜无所成之 怎么样 现在开始提倡无辞日吧 所以说有一些老总道 他们到这个瑞士去参观 回来非常震撼 现在这个核武器的核字是这么写的 一个木字 木为生 一个亥字 亥在地支里 天干地支 地支里面最后一个 就是结束了 子守颜某 尘是五位 身有许亥 在缩文解字里的最后一个字就念亥 所以说核武器是好事吗 是把人类带上灭绝的一个东西 这就为什么有的科学家最后改信神学 有的科学家临老的时候 慌慌不可终日 他发现用他一辈子的努力 再给人类准备灾难 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老总 到这个瑞士去参观 他们非常吃惊的一件事 人家瑞士那些老总 到了这个休假的时候 领了他们旅游的时候 瑞士是个非常富裕的国家 家里面都有车 甚至有几台车 可是人家旅游那个时候 给我们这些老总 一人准备了一台自行车 然后咱们问他说 你有车为什么不开 人家告诉一句话 我们政府一直在坚持一件事 蓝天白云高于一切 所以说欧洲人说 当我们惊奇的发现 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那些圣人的智慧 是非常伟大的智慧的时候 但是我们却发现 中国的很多学者 不厌其烦的去贬低自己的文化 这是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情 谁有周渝无所称之啊 老子讲的是反谱归真了 鸡犬之声相闻 民之老耻不相往来 不是指的互相不来往 正常的商贸来往 正常的交往是有的 但是不要拿着武器去到别的国家去 民之重始而不远途 不要拿着武器去到别的国家去 给人的脚的鸡犬不宁啊 你看看这些文化 所以说在瑞士 你可以看 这个 自行车公路有9条 全长3300公里 那么点的一个国家 有1.5万个自行车的路标 人家度假的时候 谁开车出去 人家笑话了 可是我们现在 有些老总以开什么车 变成一种身份的显示 你看看 然后他们就领着我们这些老总 参观他们的湖泊 所以说他说 在这个瑞士 有1484个湖泊 最大的这个日内瓦湖的面积 是581平方公里 所以瑞士70%的湖泊 它水可以直接饮用 可是我们想想 我们一条条河流干苦 一个个的湖泊被污染 中国占世界水资源的四分之一 但是我们现在成了缺水大国 在北大有一次 给一个MBA班讲课 这个中央电视台 这个主持人赵宗祥 讲前半段课 我讲后半段课 他讲他主持人与自然节目 就有机会跟一些科学家 一些学者去接近大自然 去探索大自然 他说每次出去的时候 回来他说他都不想洗澡 他说中国已经变成一个 严重的缺水大国 我们天天说 我们的GDP指数 超过德国赶上美国 各位思考一下 你们都管着一个团队 你们都领导着一个企业 我们的人文指数 我们的教育指数呢 我们的环保指数呢 我们的医疗指数呢 所以说老子的工程学 指的是求工要求 百事工 求力要求 千求力 求名要求万代 没有远律 必有什么 尽有 所以说今天跟各位报告一下 一个新的时代真的要开始 叫子气什么 东来 你到个义和园去看 皇帝在那个门上 早就写好 子气 东来 所以说这三句话 各位一定往心里去 叫人生难得 真法难文 中国难生啊 香港两万余人 两万个学者 两万个 香港有两万个公务员和学生 其生在同一时间 诵读什么 道德 这就说明 世界都需要 也在渴望着什么文化 道德文化 汉语现在全球热 看这几张图片 英国的孔子学院开 这个接牌的时候 贾庆林同志亲自去给接牌 美国 现在由 近天所的大学中学小学 同时开汉语课 汉语已经成了美国第二外语 所以说我们要好好了解这个文化 再重复一下这两个符号来 一起说 义音 义阳 之为道 那么道德经 刚才下课有人问我 他说道德经怎么才能看得懂 道德经这一本书 如果你从来没有虚极净读过 你是看不懂道德经的 如果你从来没有心灾作望过 你也读不懂庄子 从来没有禅定过 你很难读得懂佛经 因为这些道德经 这些经典文化 不是用来这样去讲 去研究的 是用来体验的 所以因为老子开篇就说 道可道 非常道 而且把定会装修 定会等识 般若 观照的方法 全都教给你 无欲以观其妙 有欲以观其教 当一个人真正的虚极净读的时候 你看科学家做个测试 用仪器测出来 你的大脑就处在阴阳状态 如果继续虚极净读 进入无极状态 继续反观内照 就可以觉悟 所以说什么叫佛 印度的梵文 叫布达拉 译成中文 叫普陀 所以说你上布达拉宫 就是到佛宫 上普陀山 就是到佛山 译成一个字叫什么 佛 什么叫佛 觉者 智者 通俗点说 就是觉悟了的人 觉悟了的人 就叫什么 佛 一点迷信的色彩都没有 而觉悟的文化 恰恰就在中国 所以说我问过很多西方的学者 我说在你们的文化里 有没有这样的文化 比如说醍醐灌顶 比如说豁然开朗 比如说恍然大悟 他们说没有 但是你读道德经里面 确有啊 豁然开朗的文化 恍然大悟的文化 所以说有一次 我在九华山庄讲课 东南亚的好多领导 坐在那听课 内蒙古国的一个领导 坐在那听课 但是听听课 那个领导就站起来 指他后面的同步翻译 然后再指指他的耳机 他的意思 我这里怎么没声 可能是 人家都在那鼓掌 在那乐 你怎么 我这里面怎么没声 下了课 他那个翻译过来 给我鞠个功 给那个领导鞠个功 最后告诉他们的领导 这个教授讲的课 我翻译不过来 因为那天讲的 就是道德经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道之为物 为谎为乎 忽兮 谎兮 其中有相 谎兮 忽兮 其中有物 忌兮 了兮 其中有经 其经 甚至 我这一恍惚 他就迷糊了个屁的 我心里说话了 别说这么高级的学问 就随便说几句诗 他翻译过来 意境都差远了 两个黄黎明翠柳 他使个大劲翻译完了 是两个小鸟在唱歌 所以说中国文化 这种意境 真的是很难的 人家说真法难文 你成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这些经典文化的 绝文化 我跟你讲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离得这么近 不好好去 研修他 真的是一种遗憾 所以说达摩德老师 告诉他 哪儿也不要去了 赶快到中土去 到那里的人 人有大成气象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民 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就是明心见心 要自觉自悟 心民 亲民 就是不但要自觉 还要觉他 不但要自度 还要度人 止于至善 就是领着人 去追求真理 这叫大成文化 所以说佛教诞生于印度 最后昌盛于华夏 然后扬名于四海 我讲到这儿 为什么说 中国男生 成为一个中国人 你很难得 就是中国人 几千年的文化 和你几千年下来的基因 你最容易什么 觉悟 还不兴奋呢 而且中国人最发达的地方 中国人最发达的地方 是大脑 是身体的上半身 是大脑 所以说以后 再看体育比赛的时候 凡是下半身的运动 就是我们整不过别人 你一点别生气 因为我们发达的 不是那个部位 但是只要动脑子的事 我们派去几个小孩 就拿冠军 可是我问过 有的人一辈子 也没有虚极精度 你不知道虚极精度 你就看不懂 庄子的虚实生白 瞻比确折 虚实生白 吉祥之指 你不知道什么叫 虚实生白 就是你一辈子 也见不到光明 你就永远也读不懂 新经理的第一句话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润皆空 度一切苦恶 你也听不懂 道德经理的第一章的话 无欲以观其妙 有欲以观其教 自虚极守敬堵 万物并作 无以观福 你进入不了观照状态 佛经是听不懂的 从来没有见到过光明 你拿什么观照呢 这个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